在竹北的親子作家CHOICE 定居在竹北的親子作家CHOICE 發現住家附近只有罐頭公園 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他們小時候就在這個公園玩 然後每天每天我們就是推著小娃娃車 然後就走到這裡來 然後每天這樣爬爬爬 然後玩完以後再回家 可是真的玩了一次兩次 玩了一個月兩個月 玩到他們一歲三歲的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了 很一致性的這些郵具 對小孩的幫助很少 所以其實那時候他們從一歲三歲開始 我就帶他們去歐洲去日本 然後我去了很多的國家 國外的公園體驗 也超乎CHOICE對公園的想像 有各種的探險 這各種呢 就讓孩子沒有感覺到 自己正在公園裡遊戲 而是在大自然裡面遊戲 因為我覺得瑞士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是 他們不讓孩子去脫離自然 他們希望孩子在自然裡面去取經 現在CHOICE常帶孩子錄影 在大自然中認識不同事物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環境很便利 便利到我們都忘記 怎麼樣可以自己找挑戰 那我必須要說其實 我不要說這樣叫公園喔 我必須要說 像他們這麼年紀的小孩 應該要去玩什麼 玉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這些也是公園 而且是不限於形態的公園 是跳脫教具以外的公園 但這種公園是更適合大人跟小孩 一起去進行